农场野猪泛滥 把庄稼都破害干净了 所以今天农场主决定花大价钱来清理这些野猪 空中采用飞机 陆地一辆摩托车和一辆皮卡车相互配合 这样的阵容相信这次一定大有收获 几人一切准备就绪就准备出发了 车辆没开几步 就发现了一对野猪 看见车辆过来 野猪队伍疯狂逃命 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 它的奔跑最高速度才有44公里每小时 但是野猪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 这足以碾压人类 场主先瞄准一只 接连几下命中野猪 在车顶上的场主几枪也命中了 看来这技术还是很牛背的 刚才的一对野猪也早已分散逃命了 现在只能一只只的寻找 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一只落单的野猪 两人相互配合 又解决了一只 不过这只野猪还是挺爱揍的 几枪下去依然还在动态 此时突然一只野猪闯了出来 钻进了车底下 就在以为消失的时候 原来被卡在了轮胎底下 最终依然是领了盒饭 这次清理了几十头野猪 看来农场又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